大家好,TOM回到玩JUPA3PLUS 正式開始遊戲了 之前的影片教學都教了 現在看一看球員名簿 追加了好多圖鑑 首先中學那些已經是 本身開頭都已經出了 現在追加了是J1的聯賽 日積的球員名單在這裏 暫時見到圖鑑是J1 官方說會有J2、J3的球員都加了 超過1645名球員 根據球會去分圖鑑 想草圖鑑就要看一看名單 那些名字去抓 非常之多 另外呢 每日任務都有少少跟變 本身之前 未開服之前 就是 完成所有任務是6個 現在追加了8個 多了2個 會多了 入體育場 3次場館獎禮 然後 再指定 Fahren 在主體育場 獲得家賞獎禮 這兩個是追加的 其餘都是 跟之前一樣 和 之前 組的十一人 上次是組不到的 現在組到了 可以展示自己最強隊伍 展示給別人看 暫時未找到有什麼作用 暫時見到設定好隊伍 展示給別人看最高戰力 街道對賽這個 就是打3對3 組最高戰力都可以 有一個是要自己在場裏面 三個是其中一個 打幾場 看看實力去到哪 這次對這個位置是CB 右腳巴西球員有CB值2133 我今天用4顆藍火 起腳 中框 有5顆火 5顆紅火 好 必殺技 投材公門 用技能去射門的話 就有150% 成功發動的話 成功發動的話 再打多一場 難一點 好少啦 CP值有2498 都是巴西右腳 位置是LM 有5顆 都說要玩手速 儘快儘快 儘快儘快 5顆火 咦 被他起腳 糟糕 咦 中框 三個經驗 咦 藍火 哎呀 時機掌握錯了 BAD 都開到招 力量射門 咦 照入 好 日時機 不是那麼好 只有58% 好 今集玩到這裡 看看他遲下會不會有些活動出 到時再跟大家說 下集再見 拜拜